很快的我们要进展到最后的部分 我们要来看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我还是要真的诚心特别特别的强调一下 因为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去做网站分析 像比如说脸书啊 你只是分析出来多少人 比如说我贴文数总共多少 我粉丝总共有多少 或者是 例如说最多按赞的文章是哪一篇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了 应该要去了解是说 这些人 我贴文的一个习惯 贴文的习惯 还有哪些人主要来按赞 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进一步会想要去探讨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什么是统计什么是行为模式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基本的 这个我就先关掉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数字我们要统计出来 就是我总共的贴文数 总共的贴文数 然后在什么时间内去贴 好 例如说这边不是有一个日期吗 这个Create Time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贴文 贴文改成什么 假设我今天我做的是直条图好了 那我是不是就把这个Message放在次数里面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出来说什么时间的贴文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边它所呈现是2016年8月10月 然后6月 因为我只有20篇的贴文 所以它告诉我说这20篇分别贴文的时间 那我如果我正规我去把完整的资料都呈现出来 所以我再快速的从头到尾去做一遍 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我如果打开我的这个like会导致我全部都错误 所以我可能要去编辑一下 就是把这个全部都关掉 我不要这个按赞的人了 所以把这边关掉 关掉 好 那首先呢 首先我把这个地方我就选择全部 接下来这是建立的时间 这是我的ID 那这个部分就从暂时不变好了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好 然后接下来关闭并储存 那相对的前面这边可能就有一些图表就不正常 因为我是用那个人命来去画的话 那些图表就会不正常 可是我现在要强调讲的 是这张图 这张图是在算就是各年的资料 各年贴文数 你看我的贴文应该是蛮多的 所以他要一直查询一直查询 假设了我有500篇贴文 然后接下来每篇贴文 有30个人来按赞 那这个资料你知道 算出来就是500乘300 算出来多少 500乘30就是15,000 那500乘300就是15,000 所以很有可能因为他资料量太大 所以他就不帮我去跑这个资料 因为其实seql资料最怕的就是说 两个资料表相成 join在一起 join在一起 他会变成一个抵抗成绩 他是一个往右延展的 他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表格 真的不少诶 好要一直跑一种 再加上网络的关系 可能都会导致就是他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去跑 好那我可能就先把画面还给你 因为我想要去计算什么 就是贴文的时间 自己贴文的时间 例如说哪一年最多 他说这笔资料是错的 这笔资料是错的 好吧 那会变成说那我也只能先关掉了 因为这个查询液 这样子的话也没办法去产生 我等一下可能要自己重复的去做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开一个新的档案 来去做这件事 我先单纯的关闭好了 那我等一下会新增 然后把那做完的结果呈现告诉你 好 你们自己来去算一下 你的贴文 例如说各年哪一年最多贴文 我现在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把我的贴文 命跟贴文 全部叫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画一个直条图 时间 时间 当做是我的轴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说年月日 然后我的贴文数 贴文数把它当做是指 计算那个次数 次数 好 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 他全部都变成是1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这个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去编辑一下 编辑 让他看得懂这是日期 好 也就是说 Power BI 你必须要先把这个资料先转换 不然他会把它视为是文字 怎么转 首页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 Create time 然后编辑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变更类型 一定要把它变更成日期时间 这样前面是日期 后面是时间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我就可以先关掉了 关掉以后呢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 轴 轴 它本来是文字 所以请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 看到说 2019年 2011年 2012年 一此类推 2017年我的贴文数是最多的 然后 多多呢 其实 可以在这边把资料标签打开来 然后 这个资料标签大小稍微大一点 方便我们来去观看 就是 这里面有302篇 大概一篇就贴一篇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啦 那 你到时候可能再去 可能分类一下 例如说这302篇里面 可能 是不是在把贴文再分类成 例如说它是主义教学类的 或者是 那个 介绍自己的生活 就有些人是用脸书来做日记 好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就是你在算这个 create time 当做是轴的时候稍微注意的事情